針對空中出現的不明飛行物 美國從去年7月成立了一個 所謂的全領域異常現象 解析辦公室來進行調查 根據CNN的報導 這個部門主管擔心 有部分的不明飛行物 可能是俄羅斯或是中國 潛在技術進步的一個證據 他們比我們更加危險 在技術上升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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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們只是願意嘗試 看看能否成功 好 剛剛這個也聽到 他們這個主管承認 他雖然沒有證據證明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情報監測 這個針防或者是武器型的方面 具備對付美國能力 但他坦誠確實有這樣的跡象 令人擔憂 不過其實一般民眾 比較有興趣的部分 大概都是集中在所謂 這個不是氣球 是不是幽浮的可能性呢 那當然這個單位也說 研究當中 沒有發現所有的物體有外星活動 外星技術或是違反已知的物理定律啦 所以不是UFO 不是幽浮 好 另外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 大陸解放軍的航空母艦 遼寧艦 最近在西太平洋展開了實戰化的演練 進行防空 防潛等多科目的訓練 來鍛鍊航母編隊的沿海體系作戰能力 但是報導中並沒有公布實際延續的位置 實戰失去堅持體系用兵 動態速勢和戰訓有和 錘煉航母編隊沿海體系作戰能力 根據大陸官媒的報導 中軍的海軍將會在青島上 上海廣州等22個城市的軍營首次向公眾開放 好 那事實上這個